欢迎来到开朗网友避难所 看了这么多集海绵宝宝 你知道派大青是什么学历吗 我要是说他在辈子没看过书 你信不 不信你问问神奇海螺啊 听说派总虽然跟北门的下饭结束过来 这不赶紧绷着大电视 聊聊小海绵一起看 几乎撒没一圈 连眼影都没见着 莫不是死家里了吧 这老小子原来在楼上冒的呢 鬼鬼脆脆的指定不对劲 在身后的神秘房间是啥地方 小海绵还商量的闻走走的劲了 说这里是脑蛙子的游乐场 派总一整个恍然大明白 他理解了 但没完全理解 就只要指定是自己拉好玩的地方 北门的解说也不看了 只了半天 这不就图书馆吗 派总在没意外 小郭居然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捞不着消停 消灵最后才意识到 昔日朝夕相处的帖子 冒失失的连书都不会看的二楼块 今天就戴着土老帽找找见识 那些是攀岩者的书 里边都是冒险故事 还有里边带跨江大桥的书 甚至还有治愈的有声书籍 小海绵挺闹的就是海浪声 到派总那儿就出凹里给的动静 他还是对处一烹饪这一块比较感兴趣 派大星有个谁都不会的特技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对文字极其敏感 无限阅读过目不忘 我要是我派总那两下子 口试还治愈不及格吗 为了派总下面可会是煞费苦心 连看书都不知道翻译 他人这活跌属是捣老臭了 不过看到文字那一眼就爱上了 脑袋里的小脑人真跟着扣鼻杆呢 眼瞅的见了一大堆不明见读 派总想想里面翻得慢 手动开始了无限阅读 虽然脑子里的知识是越来越多 小脑人也没闲的 超级家伙事 撅头瓦定哭声哭声的 一言不合就凭力气高楼 从这两下子 直接干过包工头了 派总现在简直就是 没有感情的阅读机器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小脑人连挖里的机器都开上了 眼珠的好样的吸尘器 最后竟然把所有的书都看完了 32G的脑内存 活拉的撑到了512G 那顿时谈吐就不一样了 从老文王 到跟爱因斯坦监明节 连去干饭都出了清心脱俗 脑脑挖子上 滴了算挂的赌包脑 貌似有点棘手 大聪明派总决定调个个 这回屁股先出去尝了闲袋 派总前面瞪 小脑给后面吐 脑挖腿干冒了也出不去 跟着派总混 三天饿酒盾 不会真的要困死在这个屋里的吧 派大星变聪明 却因为吸收了太多知识 脑挖子变大出不去屋 观众老爷们有啥妙计吗 派总记得咕噜的 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 小脑袋记得也是胡了半片 简单来说 就是粒子绷解效应 在粗暴点说 就是五五旋旋一大顿 把他脑挖子 蹦碎乎的这么一个大动作 结果小脑挖子手一吐噜 小窝人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 最后毫毛也划了到一起 手中的粘液让小海棉有了主意 给派总涂满脑瓜子 只怕能吐噜一下子滑出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当脑瓜子好学殃及无骨 恰好小海棉看到了旁边的缩头密集 就一镜一炸了 阴间中暴好像出马了 可以说是一顿操作猛容虎 其实是个二百五 好在的试观双脑棉 唐人眼泪嘎的瞬间自救 派总不愧是变聪明了 一语点醒小海棉 既然因为太聪明而卡住 那想着变呆不就得了 小海棉拿出他最爱看的傻屈的动画 想不到真的唤醒派总 被封印的呆瓜本质 最后长大管子 把所有知识都还给了书籍 观众老爷们大胆猜想一下 如果你是海棉宝宝 你会怎么帮助派大型呢 接俩送客 观影走好